今年的兒童節 行政院長江一化率領老棒隊 和東元少棒來了場友誼賽 當時江一化承諾要在年底前催生終職 第五支球隊 而立法院長王金平五月底首次作動邀請企業 參叙時更當面向宏達電代表轉達董事長 王雪紅成立第五隊想法 只是兩個月過去終職第五隊 還是沒消沒席 體育署長何卓飛面對鏡頭不願多談 但是根據瞭解宏達電籌組職業棒球隊的確陷入難產 不過企業贊助體育運動平臺倒是有進展 體育署八月初就會成立專戶 並且成立審議小組 體育署七月初募得了兩億元 除了鴻海指定給莊智園球館的六千萬 其他一億四千萬將經過審議小組審核 撥款給妥適的選手或團體 按照去年三月一號通過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企業捐出的錢全部免稅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沈志明台北報導 沈志明台北到南部